第2組 梅花二 方塊二 劉藝氏 以及姚沛成同學 請進場 然後 起碼 換一張יא 出現重點 請把面具帶上來 到拉近 Rechts1 方塊二 方塊二 衝突 請進場 周長龍 黃宇禪同學 請進場 有啊 有音樂 有啊 有音樂 有音樂 來 好 請合照 站這邊嗎 對 OK OK 好 請入座 那就 麻煩家長就是可能要多拍幾次 不好意思 下一組 林彥甫 戴芳妮同學 請進場 好 請到這裡 照一下 來 看鏡頭 OK 好 請入座 下一組 蕭蕭蕾 陳多雄同學 請進場 好 請在這裡照一下 好 請在這裡照一下 OK 好 請進入座 下一組 劉 劉子碩 高慈遠同學 請進場 來 麻煩請你們加外腳步 大家入座 我們要喝 來 這裡 來 請拍照 好 請拍照 OK 好 請入座 下一組 陳麗軒 蕭文山同學 請進場 我去這一桌 好 我們現在看陳麗軒非常抬 蕭文山非常的可愛 來 請大家給你們掌聲 來 請拍照 OK 好 請入座 下一組 高權毅 廖宇慧同學 請進場 好 高權毅同學 今天非常休閒地穿到我們 第一件版圖來 然後廖宇慧很輕盡地把他頭髮弄直了才過來 好 請合照 來 這邊 OK 好 請進場 下一組 羅玉銘 鄒佳榮同學 請進場 好 羅玉銘還是維持他一貫的行男作風 然後 佳榮今天很辛苦 不然我們帶公車的同學來這裡 請大家給他掌聲 好 請出場 下一組 廖場成 鄭平安同學 請進場 好 現在要介紹我們 最棒的花媽 鄭平安同學 今天一起來參加我們先試驗 來 拍照 請進一點 OK 好 請出場 下一組 好 下一組 來 我看一下 呃 吳明昌 陳佑如同學 請進場 來 吳明昌還是維持他的宅男作風 就是很穿很休閒 然後陳佑如更厲害啦 今天從學校讀書完就直接過來了 很辛苦吧 所以他穿著運動服還背著書包 請大家給他掌聲 好 請進場 下一組 陳柏林 古毅林同學 請進場 好 陳柏林同學 也是一樣很認真 他穿制服 然後來參加我們先試驗 然後小虎是 班上所有男生跟男女生 班上所有女生的偶像 好 請進場 下一組 讓我們隆重介紹我們班的 賢康力 賢康力 王振鈞 周明偉同學 請進場 好 請進場 來 這兩個是 來 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哪一個是男的 哪一個是女的 金嘴 金嘴 新郎 黑衛星 對 好 請進場 下一組 蘇均毅 這個是林婉穎同學 請進場 好 我也先跟大家家雜 我們也介紹 這個兩個 一個未來的是一個醫生 未來的另外一個是一位牙醫 請他跟他掌聲一下 好 請進場 好 請進場 好 請進場 下一組 郭令鈞 光沛畫同學 請進場 好 郭令鈞同學 這次是必仇組的攝影組 然後非常累 所以他很辛苦 再來 配畫同學 是我們班上的氣質女神 請大家給他掌聲 來 請進場 好 請進場 好 請進場 好 張靜凱同學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我們班上的佼佼者 那聖偉的話 他今天 就是腳部舒服了 但是他也是很熱血的來我們的現實夜 請大家來跟他掌聲 請進場 好 請進場 該組 范剛用華 范剛用華同學 請進場 好 這兩個實在是不知道怎麼介紹 因為他們實在是太厲害了 對 好 看下去 就是這樣子 對 聽聽聽聽聽 好 那兩個就是平常就是 很聰明 但是都掌聲 要掌聲 OK OK 好 請進場 下一組 呂中翰 還有陳玄清同學 請進場 好 呂中翰也是就是味道知名的帥哥熟男 然後 陳玄清就是 他是個悶燒男 這樣子 來 請拜託 呂中翰 不要再哼少了 好 看這邊 看這邊 OK 好 請進場 好 請進場 好 下一組 也是我們就是學生的最後一組 陳慶傑 黃偉的同學 請進場 傑哥今天很可憐 他最早來抽到Joker 可是他發現沒有一個 沒有人抽到女Joker 所以他只好 犧牲變成女生了 來 看這邊 謝謝 謝謝 好 好 最後要跟大家隆重介紹 我們的大家長 就是今天非常Social的來參加我們的 謝思彥 那就是我們高三一班的大老師 江堅持老師 江堅持老師 來 掌聲表題 來 掌聲表題 江堅持老師 請讓他會去開場的話 除了數學以外 江堅持老師講什麼的話 實在是 你可以先開場就好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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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今天大家 共產愉快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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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各位同學 稍緊準備一下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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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得走的能力跟涵养 一步一步的探索人生 接下来的这句诗 改编至名诗人林广的诗号 凤凰树的豆莢被剥开了 也预告了下一季的灿烂 三年辛苦你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 我们很爱你哦 江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 真的我很紧张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班级 超喜欢 我从教书将近三十点的岁月里面 这个班级是让我感觉到 身心都是非常的愉快 每次我知道我下一节要上高三十班 我精神就来了 真的精神就来了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就是 好像要走进一个 自己的经营的家庭一样 我知道这些学生的心会跟我在一起 那种感觉就超好的 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以后也不会有 所以我在味道 就觉得我应该画一个句号 各方面都很好 我就到这里结束留下一个非常完美的回忆 那我在味道的足迹就走到这个地方 那我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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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像 都会在我的脑海中梳醒活过来 午夜梦回的时候也会惦记着这些人 所以有些人还不一定叫得出他的名字 但是他的那个影子会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因为我现在记忆在退化 所以真的是 那种感觉真的是 真的是 蛮好的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感觉 那我觉得我们人生 就是既然是活在这个人世界 就一定要去追求你自己的理想 我一生就这样走过来的 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在追求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在追求什么 我也是在教你们的过程中 我要让你们把这个精神 把它交给你们 希望你们不管你走在哪一条路上 你就要好好的去追求我们的理想 就是这样 这人生就是这样子 一条慢慢的长路 我们不可能走变所有的路 但是我们既然走一条路 就好好的走下去 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 我既然当顾问老师 我就要把我的顾问老师的角色 我扮演好 我既然是一个 人而认为我是一个事人 我就要把我的诗写好 就是我要追求我理想的巅峰 我要追求我生命的巅峰 而这个巅峰是我所能到达的巅峰 不是别人肯定的巅峰 是我自己要去追求的一个巅峰 你们都是这样的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你要去走自己的路 不是别人期望你要走的路 所以你走在这条路 就是就这样子勇敢的走下去 勇敢的就不要怕 也不要后悔 不需要后悔 真的你会 如孝恩三讲的 会找到你自己的天空 真的那个真的是很漂亮 很漂亮的 所以总之 我很感谢上天给我这三年的机会 遇到了高山坡 因为我常常跟江千止老子合作 可是合作的那么多的班级里面 从来没有像这样的班级带给我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周教委打电话 我今天晚上明明有事情了 可是我还是想赶来 我还是想赶来 因为我不会开车 我也不会骑摩托车 但是我还是想赶来 我还是想赶来 因为我觉得 我还是来一趟 因为我本来想说 我不能来了 周教委一声说 你要来 我就想 好 我一定来一趟 如果真的是陪着班级 我一定不会来的 你们班 我还是来了 还是来 可是你们班对我的吸引力 是很大的 很大的 我爱你们 好 谢谢 谢谢 看看你最近改变 我再去说从前 真是寒暄 与你随着 说一句言 好 你们好 好 真是 你的照片 却熟悉的那一条线 只是没了你的画面 我爱不到那天 你会不会突然的缺点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 会深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我默默想和你见一面 敢看你最近改变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寒暄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一半我觉得是带过一个最好的最棒的一个班子 谢谢大家 带给你们一些感动 最近在考卷上看到一句侯文有说过的话 他说所有的生命都是旅程 所有的人都在旅行着 只是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旅程去呼应内心的风景罢了 是啊 如今我们十八岁 在那梦想的出发点 准备飞翔 而那时候我们一同补了三年的乐章 将在明天 六月十四号 也就是我们的毕业典礼上 画上美丽的逗号 你们没听错 是逗号 而后剩下的篇章 将由我们带着已经长好的羽翼 去完成它 圆满它 接着我要代表全体高三一半的同学们 感谢辛苦领航的老师 注意 那这坑枪有力的声音一响起 我们就都醒了 没错 首先 要感谢江岛 你总是以开明 但不放纵的方式教育我们 让我们自由的寻找兴趣 自在的成长 而代替折磨的 是满满的关怀和丁鸣 自己的生活要规律 饮食运动要正常 把精神打起来 这一句句的话 听着耳中 暖在心里 三年了 幸好有您 我们才可以 放心的向前使劲 辛苦你了老师 再来 再来 还要谢谢很多 就是没办法到场的老师 三年来 你们一直是辛苦領航者 嗯 再来我要代替全班同学 谢谢我们的父母 十八年来 辛苦你们了 我们爱你们 下来 现在请全体高三一半的同学起立 我们向前面辛苦的爸爸妈妈 及老师 行举功礼 敬礼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坐下 再来这段话 我想对将在七月一号 二号三号 参加指定考课的同学说 你们还记得 妙卜老师曾经告诉过我们吗 浪漫是一种坚持 不弃跳理性的因素 勇敢的追求梦想 这半年 我们都升华了 因为有了时间 跟压力的历练 还有十五天 这是我们十八年来 最接近梦想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撑到最后哦 如同家伟所说的 今天我们的奋不顾身 将是他们明天的骄傲 再来我要谢谢 在申请推真 就上大学的你们 你们让我们觉得 不是孤军奋战 而是像有一团 强大的后援会在背后 支持着我们 也默默为班上做了好多事 正当别班 都还一片兵荒马乱的时候 你们已经开始想 该如何帮我们排位子 该如何 把对我们的影响 减到最低 不管是你们的贴心 或是鼓励 都一再的让我们确定 一般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谢谢你们 刚刚我们看了很多影片 但现在 我还是希望 可以带着你们 走过这三年 没看过天堂吗 那么请进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 很英语维绕的一句话 因为 乙班至始至终 都是天堂 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在三年前的 四月一号直升 乙班是五个直升班里面 最慢熟的一班 男生 女生 没有交集 出去玩 各走各走 我们谁也不知道 三个月后 它会变得 如此的美好 你们还记得吗 那时候的班纪 是足球 跟排球赛 因为默契还不够好 那是我们三年里面 唯一没有拿挺起的比赛 你们还记得吗 九月的中秋节 是我们第一次的聚会 圆圆的明夜 见证了我们有些生疏 但在萌芽中的友谊 你们还记得吗 十月的运动会 圆游会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虽然大队杰莉在菜场营的失手下 没能拿奖 但 这都只是默契的开始 你们还记得吗 九十五年的寒假 我们班的红金正荣 在第一场比赛 就以七十八比二十三 击败对手 并拿下了蓝蓝冠军 你们还记得吗 九十五年 也就是高一下学期 四月一号 四月二号的成长营中 我们表现得很出色 而自以为的班哥 班期 也就始诞生了 你们还记得吗 六月的时候 最后 我们送走了太小萱 她有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路要走 一束玫瑰 代表满满的祝福 顺便告诉大家 她在下学期 即将进入美国康南的大学咒读 而且她明天会来参加毕业典禮 你们还记得吗 六月二十八号 接近全班到齐的我们 在段考完的下午 出发到阳明山去 闹完在星空下 我们唱歌 我们聚在一起玩 就连一两个音试不能到的同学 都还用电话 现场连线 很快的 我们上了高二 你们还记得吗 俗福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送走了十几个宝贝到别班 他们继续带着一般精神 竹梦 但我们也得到四个宝 大胖 管仪 杰哥 和老苏 他们带来了生气 和活力 你们还记得吗 高二的那年暑假 我们依旧拿了蓝蓝冠军 不败传说 持续者 你们还记得吗 那年的冬天 特别的冷 因为我们敬爱的江岛的脚 受伤了 那一两个月 一般有些群龙无首 我们在老师回来时 还办了接风派对 刚开始 老师还必须辛苦的用投影片 脚打着石膏 为我们上课 你们还记得吗 九十六年三月 也就是我们高二夏的时候 我们的高雄之旅 六和夜市的阿尖 胡椒饼很好吃 七十万的风景 很美 你们还记得吗 高二的期末烤完 我们去壁旅 那是充斥收心前 最后一次带行旅游 那天晚会 自以为的烛光 能让温暖我们的心 晚一小胖的热舞 小胖的好歌喉 鱿鱼的火棍 还有那晚 我们向彼此承诺 那个酒油酒鱼社团 下午的心 该回来了 我们在酝酿着 蓄势待发 很快的进入了暑假 你们还记得吗 那个暑假 有些不同 我们在篮球比赛 让闲了 但这无碍于我们的青春 火力 一个一个 轻手折的星星 一张一张 轻手画的海报 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你们真的已经很棒了 上了高山以后 生活平静了许多 但平凡中 人有欢乐 九月十月的庆神会 搭胖做气球的惩罚 十一月十二月 歌完歌后 TK大赛 一月二月的扑克牌游戏 面临着庞大的压力 我们一直互相扶持的 走得过来 是微笑着 流着泪 耕耘 今年的二月二十七号 学测成绩公布 有人开心的尖叫 有人难过 沮丧 但我们依然一起走下去 这几个月 看着班上小白板上 越来越丰富的准大学生名单 我们都期待着 但心里更清楚 这代表着 毕业的到来 这些 你们都还记得吗 九十七年六月十三号 我们聚在这儿 迎接 最后一波海浪 我们说要等到 再见那一天 相信真心 不改变 在过去的一千一百七十四个日子里 我们一起因为只有我们知道的笑点笑 一起玩 一起买手书堆 一起呼吸 一起流泪 时间推着我们向前 在十八岁的起点 我们只是飞出去逐梦 没有人会忘记乙班 而乙班也一直都在 最后我要祝现场的所有老师 家长 同学 平安 幸福 谢谢 这是 他的一个特质 那我们班上 每一个同学 我都觉得 都是个宝 都是个宝 那我 有时候就觉得说 好像 很 很担心说自己 没有办法把这个班级 带好 但是啊 发现我只要把 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说 我们班上 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交代给哪一位同学 就马上啊 我所要处理的事情 都能够圆满达成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班上的每一个同学 应该 在未来 还有存在很多很多的可能 我们是一个 A plus的团队 而且每一个人都会 有自己的特色 那我们还是维持一个原则 如果说 可以把自己想做的事情 真的很用心的去处理 真的是 未来要走的路啊 会更开阔 可以走的 长长远远 而且我们希望说 我们这个团队啊 不只是现在 已班 将来应该是在 外面的世界啊 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团队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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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 你离开我 我会记得 坠壳 那些还飞向着 我可思议的梦 雨後對頭 會有純爛的彩虹 向著著相信著 我們總會找到自由 一刻 時間變成心靈 越過生命悲喜 陪伴著我親近 因為你 讓我開心自己 面對未知的恐懼 早不更加堅定 幸福的愛我 我會記得這一刻 那些還飛向著 不可思議的夢 雨後的天空 會有純爛的彩虹 向著著相信著 我會找到自由 噢 真是願心 故事逃避 你 告別時 未延續 唯一永恆的華麗 你 要照顧自己 不要忘記 那些災難過的痕跡 那些災難過的痕跡 幸福的愛我 我會記得這一刻 那些還飛向著 不可思議的夢 雨後的天空 會有純爛的彩虹 想追逐相信著 我會找到自由 自由 好 我們給大家一個掌聲 謝謝